岳飞的牺牲与南宋的安危 南宋时期 金兵实力强盛 而南宋则常被称为弱宋 然而 岳飞的牺牲却成为南宋历史上的转折点 为何金兵却不趁机进攻南宋呢 首先要了解的是 岳飞虽然是南宋的名将 但并不是南宋政治核心的一分子 南宋的实际掌控人是在向赵构 而且南宋朝廷也在一些政治 外交上与金国交锋 因此 在岳飞死后 金国的战略计划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反而是南宋因为缺乏强有力的领导人 以及政局不稳和内讧频发 使得南宋成为了金国进攻的目标 此外 岳飞的死对于南宋的军事实力 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南宋庞大的军队在岳飞死后 并没有丧失太多的战斗力 而且当时南宋还处于应对金国的战争状态 必须对边境进行持续性的防御和打击 因此 没有为金国进攻南宋提供更多的机会 此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 南宋有一条重要的天险 淮河防线 淮河防线是南京以北第一岛防线 拥有宽阔的河流作为屏障 使得金军要通过淮河进攻南京 需要征服许多城池 除此之外 淮河北侧孕育着许多流沙和淤泥 就算铺设浮桥进攻 也会遇到很大的难度 因此 金军也很难趁着南宋无能进攻 综合来看 岳飞的牺牲对南宋的安危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 金冰也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改变其战略计划 南宋在岳飞后缺乏强有力的领导人和政治机构不稳定 使得南宋逐渐成为金军进攻的目标 而淮河防线的重要性也使得金军很难趁机攻击 因此 南宋的安危是与多种因素有关的 作者 历史春秋 视频和美举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